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谣言 说赖副总统的老家是违建 一下说这栋一下说那栋 有听没有懂 但其实真相只有一个 先带大家来看这话题哪里来 一开始网路和mine群组 出现这张照片被到处的疯狂转传 谎称圈起来这栋是他家 还点名顶楼这个光照 是伪装建筑 假的 这是赖副总统的隔壁邻居 而且目前并没有人住 赖副总统真正的住驾 是最左边这栋 至于他算不算违建呢 来看看第二张图 这老家原本是公僚 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码 赖副就在这里出车 从住家走路两分钟 可以到父母亲工作的矿坑 意思是老家想在民国70年2月 实施的北部区域计划 进行建筑管制之前就存在了 从门牌的核发日期 还有行照图都可以做证明 自然没有违规的问题 至于大家现在看到的现况呢 这是因为公僚漏水太严重了 民国92年到93年之间进行过整修 时间也早于新北市政府 民国100年公布的核发合法 反过证明处理要点 一样是没有违规问题 赖副总统表示 到底是不是违建 这个就看新北市政府怎么认定 他全力配合完全尊重 也对这几天的纷扰 造成了连区困扰深感抱歉 希望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讯息 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帮忙一起做澄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